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月光小说第十六卷 上次说到,男主一行人终于遇到了暗夜前线的罪魁祸首 巫妖父亲和幽灵小女孩 小女孩拥有非常厉害的技能 他也想阻止自己的父亲不想让他这么怀下去了 这时男主说,他有办法 意识丧失中醒来的巫妖再次暴动起来 但不久后就理解到没用,变得老实起来 男主赌上微小的可能 说不定与时那个时候一样 只要削减魔力就能重新交谈 男主在周围展开镇静的界 希望他能说明事情的原委 父亲的视角和孩子的视角完全不同 没有为人父母经验的男主 视角容易被孩子那边牵着走 他的讲述明显让人感觉到 他的行为全由做父亲的情感引起 即使如此,越听巫妖说明 男主就越产生对他的情面之情 他说,那之后就在这培育吞噬玉灵之术 为了对背叛的利敏亚王室霍布勒自家报仇 为了再次给予女儿生命 男主吐槽,口气真大呀 上尉精灵也在灵之后 过了五分钟左右醒过来了 也就是说,那个小姑娘的能力 对上尉精灵也起作用 实在令人害怕 这应该就是孔木耕作得到的一世间恩惠吧 他问男主本名叫什么 结果男主越看越觉得这骸骨晦切 怎么可能说出自己的名字 擅长死灵法术 即使在成了不死族之后 他依然执着于女儿 一有机会就像永畅一样 不停念叨自己是为了女儿 难怪男主总看得不顺烟 说不定是因为他的表现 太过偏离男主自己的父亲 或者说男主心中的父亲形象 让男主觉得无法认同 为了让女儿重回人间 自己成为不死者 为了争取寻找重生手段的时间 把女儿也不死者花 时间越过越久 没有像自己这样强烈负面情感的女儿 意识变得逐渐薄弱 乃至消散 他就把精灵或其他生者当作资源利用 再次构筑出女儿 不断延长她的性命 她本人的说法是 如果重生的时候女儿不在 就本末倒置了 不知道她是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 还是在失去理智的过程中变成这样 不过 这种行为里有着致命性的错误 就是这种违和感 以及无法认同感 让男主对她采取毫不客气的态度 乌妖不知为何感慨地发出低语 她说自己确实转生成了乌妖 不过男主在给这片土地赋予力量的过程中 似乎进化了 现在是奈比洛斯 七十二魔神之一 上位精灵们有奇怪的反应 他们也没有见过奈比洛斯作为异常个体 而且还拥有能够支配精灵的能力 堪称威胁 更在意的是 一般来说会需要女神出面的事态 其中之一就是有魔神之称的奈比洛斯 老实说 女神不会出面 男主反而更高兴 菲尼克斯看着男主语重心长地说 从结果上看 没在男主来这里之前出售 对世界来说反而是幸运的 不然他们打不过啊 奈比洛斯烦躁地对正在交谈的男主说 还不报上真名吗 被幽灵小女孩拜托 男主想着能解决的话就解决 不行的话 男主打算用力量结束这件事 由于巫妖取回了李治 他似乎可以理解他的愿望 像现在这样恢复李治之后 真正心愿就是复活女儿 吞噬玉灵之术在此地诅咒的中枢 对他来说是最后的希望 他大概也知道男主的回答是什么 男主说道 很遗憾 小女孩灵魂已经混合了太多东西 做了太多乱来的事 即使男主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也看得出来 那只不过是拥有犹豫的记忆 与人格的不死者 想到奈比洛斯擅自做出的行为 男主的语气不禁变得粗暴起来 他说过自己有过数次意识变得稀薄 感觉快要消失的经历 随后又忘记了前后的事情复活 一直在暗夜前线排缓 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此 就连灵在调查过他作为幽灵的灵体后 也不禁醋眉 情况就是有这么糟糕 灵魂不留原形 就连是不是人类也已经分不清了 作为父亲的恐母耕作 不仅没有以巫妖身份腐朽 反而进化成名为奈比洛斯的 更为上位的强力不死族 但女儿不一样 她一开始就不希望成为不死者 结果可说是理所当然 这完全是她自作自受 让最为关键的女儿的灵魂 不断受到损伤 现在只有碎片残留 利米亚王室还是霍普勒自家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隔了许多代 已经不是她的复仇对象了 男主问她还有什么想说的 她在后悔吗 从奈比洛斯身上传来强烈的后悔情绪 作为父亲为了女儿 这家伙的动机仅此而已 在来到这个世界后也不曾改变 空母妇女的身上几乎看不到母亲的影子 对话中也不存在 虽然不知道是死别还是离婚 但转移之前就是单亲家庭 说明母亲可能一直都不在 正是因此 她才会如此过度地选择一切 为了女儿的生存方式 甚至到了几乎不考虑女儿心情的程度 这时男主不禁说出了心里话 真的是这样吗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为了女儿 结果到最后你还是离开了女儿身边 失去了她 比起为了她建立城镇 难道不应该更重视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吗 听完男主直率的感想 那比洛斯情绪激动起来 失问男主又没做过父亲 怎么可能理解 但他忘了男主做过儿子 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了女儿 但在男主看来 只是在平面地维持自己 作为一名父亲的身份罢了 他从未说过是因为女儿想这么做 为了让女儿高兴才这么做 为了让女儿露出笑容才这么做 只是说为了女儿 如同不经思考 不分青红皂白就强求小孩 与别人一样的父母 其中做得太过活的一部分 又被称作独亲 男主又问道 母亲呢 一个人不可能养育小孩吧 空无喊道 即使没有这种东西 一个人也能养育孩子 这种说法应该不是死别 现在的戒具有镇静效果 相较而言能够正常对话 但要是让她太激动 男主决定 这里还是不追问下去 其余人还没醒来 趁现在结束掉这件事比较好 就比如说 现在奈比洛斯虽然能对话 但在对话过程中 一直散发出浓厚的瘴气 如果放着不管 乔伊他们醒来之后 肯定会马上晕过去 鲁格搞不好没事 奇亚估计也能撑过去吧 莱姆赶紧给我起来 菲尼克斯也打岔进来 谈起了家庭 但这样话题进展不下去 男主希望他们能稍微学习一下林 林就在老师的看守四周 他的头上下白洞 正在打瞌睡 这太闲了嘛 站着都能睡着 即使如此 他对奈比洛斯的束缚 依然在持续 也太厉害了吧 男主希望让上位精灵 想一下 一只奈比洛斯瘴气的办法 结果换来了他们的吐槽 最上位的不死者 又怎么可能不产生瘴气 别乱提要求啊 这跟让人不要呼吸一个道理哦 雷道 阁下 男主傻言 于是该要求 让别人不受瘴气影响就好 这样一来 瘴气问题就解决了 毕竟这种东西 明显对身体不好 是男主最担心的地方 空母说道 只有犹依的事情不会放弃 绝对不会 就算会被毁灭 也要抵抗到最后一刻 为了爱女 愿意做到这种程度 既然不知道 她在暗夜前线 做了多少准备 一旦她打算抵抗到底 事情就会变得伤脑筋 男主又说出了真心话 话虽如此 菲尼克斯和北希莫斯 似乎也觉得 她的条件不可能实现 那个小女孩 确实已经不存在了 尚未精灵指出 目前严峻的现实 对出现在 罗兹加尔德的变异体 男主们进行了各种 关于修复与再生的实验 在那之前 还有解析僧鬼们 使用的树形的经验 巴赫石 尚未精灵 还有仅次 这次应该能 请来帮忙的刘卡 虽然无法达成最好的结果 但说不定可以伺候 奈比洛斯因为杀了太多 应该没办法得救 男主姑且先做出提议 但乌妖已经很坚持 看来他只有在消失之后 才会忘记亲子的事 男主最后解释原因 因为他杀的太多了 结果马上遭到了 对方的反驳 轮得到你来说 虽然不知道 你来这边过了多久 但你明显屠杀了 更多的生命 没错 他看得见 作为不死者之后的 这副身体看得见 男主身上缠绕着 惊人数量的怨念 悔恨和憎恶 男主杀了那么多吗 是星湖 那个时候男主搞不清力度 感觉杀了相当多的人 如果再算计 罗兹加尔德变异体暴动时 见死不救的那些人 说不定男主身上 确实背负着 相当数量的怨恨 男主解释道 这个先放在一边 虽然奈比洛斯 肯定会失去容身之处 但他的女儿 还有次好的选择 男主继续解释 这种情况下 是成为人族吧 灵魂的进化 在那之后 虽然不知道 会转生到谁身上 但说不定 还能作为人族之子 最好这里有熟悉生命之力的精灵 在利敏亚 还有上位龙刘卡 商会有各种帮手 还有修复变形的肉体 或灵魂的方法 怨念 在男主这里叫做罪业 也算擅长的领域 话说回来 男主能做的只是点点头 真正能在这个领域 发挥作用的是八和十 总之 奈比洛斯的愿望 连男主也办不到 就算是现在这个提案 也相当于走钢索一样 希望他不再提出 什么乱来的要求 这可是让十进行干涉 再让上位精灵 和上位龙进行辅助 才总算有可能成功的东显 奈比洛斯连同理性 一起忘记了复仇 就算这是事实 但队伍里的利敏亚人 是他复仇对象的子孙 如果不小心 让他再次想起复仇 昏睡中的某人发出声音 这似乎是苏醒的前兆 是那位女性奴隶 男主的预想错误 他们中最先醒来的 是三名奴隶中 唯一一名女性 他缓缓爬起 也缓顾四周 男主赶紧确认 胀气的对应 上位精灵们已经完成了 看样子 他的精神没有受到 胀气的影响 那其他人应该也是正常的 男主也开始行动 首先是奈比洛斯 站在吞噬玉林之树的旁边 把胀气的流动同整起来 然后男主对林说 把八盒石叫来 林立马醒过来 可以把菲尼克斯 做成炸鸡块了吧 说了句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然后男主去叫刘卡过来 大家一起协力 把这里恢复原状 不知道要花几个小时 才能结束 真是令人忧郁 短期内 男主再也不想看到沼泽了 好了 今天暂时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 不见 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